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农村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建了新房子 有一些有钱人会选择在村旁边 三角下这样的地方比较安静建别墅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边有一个大树家建了一栋房子 非常的高大上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现在要以八万块钱低价转让 却没人敢要 到底为什么 今天特意过来 网友们一起去看一下 现在来到村子里面 发现这个大山脚下这里 大家盖的房子都很漂亮 独家独栋都带有院子 这栋大树家的房子 网友们来仔细看一下 现在村里面的人 怎么都想不到 大树家为什么要低价八万块钱转让出去 但是却没人敢要 也不知道网友们能不能看出来 这栋房子占地面积应该有120多个平方 两层半的房子 也非常的漂亮 门口两根柱子 非常的高大上 现在外墙大家可以看到 也没有粉刷 也没有粉刷 然后窗屋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 也是没有粉刷的 这栋房子 建好一年左右了 都没有装修基柱 他家这栋房子跟旁边两栋房子是一模一样的 那边的那栋房子 就是他哥家的两兄弟家的房子 他哥家的房子 现在都里面装修好了 里面已经粉刷了 我们这边建房子 都是建好 里面粉刷装修 然后搬进去居住 外墙的话就后面粉刷或者贴池袜 然后他家这栋房子 为什么没人敢要呢 现在一年多了 然后旁边别人家 今年建的房子都装修 今年就要入住了的 然后大叔家的房子 他家要八万块钱转让 却没人敢要 网友们能不能看出来 那么好的一栋房子 我们看一下里面 里面的话也非常的漂亮 设计非常的漂亮 但是却没有装修基柱 然后要转让出去 这栋房子应该网友们都看不出来 既村里面知情人士了解 大叔家今年在外做生意 欠了很多的债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所以要把房子低价转让出去 为什么没人敢要呢 其实像这样的房子 三十万左右建起来的 根本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在农村的网友 很多都知道 农村建的房子 它没有房产证 甚至有些连土地使用证都没有的 像这样的房子 怎么样才能入手 大家可以转发分享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看 创业有风险 投资稀谨慎 欢迎大家屏幕下方留言 等等 稍后